爱你入骨的男人一定会有这三个表现 这是装得出来的 今天我们就从情感心理的角度 教你真正认清爱你入骨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那就是爱不是在嘴上 而这些行动呢可以分为三个点 第一点 一个男人对你动了真情 那他一定会拒绝和异性的暧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若是和另一个人处于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 那么他很难再和别人发生感情上的链接 当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他就会主动的为你拒绝诱惑 因为爱你 他就有了软肋 他容不得你受一点点的伤害 因为爱你 他就害怕失去你 而他不可能冒着失去你的风险 去换取那一点点的欢愉 第二点 爱你入骨的男人会对你绝对的信任 他在精神上心理上 很大的程度都会依赖你 比如他生活中90%的时间和精力都和你有关系 他不可能只是在嘴上说说我爱你 他一定会把爱你的这件事情落到行动上 节日纪念日的礼物和仪式感 他一样都不会少 他会给你高质量的陪伴 会倾听你的心事 会替你排忧解难 他会在他能力范围内对你最好 不舍得怠慢 第三点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爱你入骨的男人 没有那些渣男那么油嘴滑舌 他们可能不会说什么浪漫的情话 哄你开心 但他的爱在细节上 却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细节是不可能撒谎的 比如说他怕你凉着 半夜给你五辈子 比如你几个小时没有回信息 他会担心你 给你打电话 再比如 他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 进入他的圈子等等 总之真正爱你的男人 你是一定能感受得到的 他满眼都是你 这些细节是骗不了人的 也装不出来的 如果你很长时间 没有感受到被爱了 那就说明你们的感情 处于被消耗无滋养的状态 这也恰恰说明 你只是在自我欺骗而已 你懂了吗 一个厉害的女人 不会纠结男人是否真心爱她 她更在乎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快乐 她不会去追问男人的真心 或探究她的内心世界 因为这些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对于这种女人 重要的不是她心里想的是谁 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时的默契与快乐 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床下 著名的才女 这句话表达了相似的情感 只要两个人相处的舒服 是人事鬼又何妨 这种女人积极面对生活 看中结果而非过程 她允许男人有别的感情线 前提是不被她发现 如果被发现 她会果断地做出决定 她不会去探究男人的内心世界 只追求与她的和谐 她对她好 那就好 她转身离开 那就拉黑 这种女人人间清醒啊 不畏情所困 如果你也想活得如此潇洒 欢迎和我交流 爱是一个动词 体现在行动上 而不是嘴巴上 一个男人每天关心你几句 突然不发消息 你就不习惯了 过几天等来她的问候 你的嘴角就抑制不住地翘了起来 人家一句想你了 在干嘛 你就方形荡漾 觉得遇到了爱情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得出他爱你这个结论的 因为爱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要落实到行动上的判断 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 真的不是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的 他至少要有付出 而且是持续性的付出 爱你的话谁都会说 但真正爱你的事 又有几个人会去做呢 他对你的爱是在嘴巴上 还是在行动上 其实一定程度上 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男人比较稀缺的资源 有两个 一个是金钱 一个是精力 男人愿意付出他的稀缺资源 去换取你的欢心石 才能说明他确实是有花心思在你身上 如果那个男人没什么钱 但他会尽其所能地 在他的范围之内给到你最好的 他就把你放在他未来的规划里了 穷不是敷衍的借口 又穷又不花心思 还不肯为未来来努力 只想动动嘴皮子就得到你 这就是空手泡白狼 不负责任 不花什么代价就能得到的东西 往往都不会被珍惜 尤其是在感情里 我遇到过非常多爱上有富之富的女人 他们总把男人婚外情 对他的新鲜感当成了爱情 被占了便宜还不知道 其实啊 离婚男人惊得很 他们也是看人下菜碟的 你值多少他心里有个数 年轻的姑娘要花很多的心思 也不好脱手 可你就未必省心省事还省钱 他能用路边摊的价格搞定你 他就不会花高定的价格来取悦你 如果他对你是真爱 那他的工资为什么不给你管呢 他的房子为什么不写你的名字呢 在男人心里 你值多少体现在各种细节上 这个量化的标准就是他付出的资源 当你在他那里没有价值的时候 你提什么要求 他都嫌你说 能不费心就不费心 反正说几句好听的话就可以了 我说这些不是物化 理性爱情肯定不是靠钱去衡量的 靠钱维持的爱情 也会因为没有钱而结束 但这不代表不可以提钱 生活是很现实的 落地的爱情 就是需要这些熟悉的评价 你一定要好好地提升自己的价值 发挥自己的优势 不要为了一点点低成本的付出而感动 更不要不求回报地去付出 这只会让你变得廉价 男人对于轻而易举得来的东西 同样被轻而易举的会抛弃 你明白了吗 男人可以不爱老婆爱自己吗 当然可以 因为你一旦去爱这个知己 红颜就容易变成祸水 我知道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女人 你会整天的魂不守舍 有相见恨晚的遗憾 但我必须要让你清醒一点 这种被欲望挑动的生理反应 只不过是你的荷尔蒙作祟 这种喜欢和一个爱打麻将的男人看麻将 爱喝咖啡的女人看到星巴克 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个让你心动的红颜知己 只不过是恰逢其时满足了你某个时期的欲望而已 人生很长 并不是每一种欲望都必须得到满足的 因为有些东西你得到了之后 虽然能获得短暂的快乐 却可能会让你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让你一辈子都在后悔和痛苦中度过 那些能带给你短暂快乐的东西 就像一个潘朵拉河 大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当你遇到了一个让你心动的人 表面上看你见到他的每一面都是快乐的 但这也可以让你的婚姻和家庭带来的隐患 将来你可能需要十倍的痛苦去偿还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让你心动的红颜知己 而你妻子在婚姻里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那我劝你客己复理 保持适当的距离 克制是对这个红颜知己最好的尊重 因为任何关系都逃脱不了 从新鲜到平淡的宿命 今天和你无话不说的红颜知己 明天就可能变成无话可说的陌生人 已婚男士请听好了 家里那个给你生儿育女 对你不离不弃的女人 才是你最该珍惜和爱护的 她才是和你携手一生的伴侣 而那些和你所谓的红颜知己 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她带给你快乐的同时 也会带给你麻烦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最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值得的 你知道吗 女人的这三个原则 男人别轻易去碰啊 碰了她就不会再爱你了 第一 千万不要否定女人的猫性 当女人真心爱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的猫性会不由自主地展露出来 她会向你撒娇 喜欢黏着你 不管遇到什么都想和你分享 她的心里脑子里装的全都是你 可如果你觉得她太黏人了 对她不耐烦了 那她就会逐渐收起她的猫性 变成一个经济独立 精神独立 而不需要你了 也不会再爱你的女人了 如果你把女人的猫性全给扼杀掉了 那你就是一个失败的男人 第二 永远不要去激发一个女人的黑暗面 如果你以为得到了她就可以不再用心 你开始对她忽冷忽热 觉得她对你的好就是应当的 那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她会觉醒 到时候她温柔的另一面 就是绝对的黑暗无情 因为女人是感动型的动物 她一旦爱上了一个人 是很难变心的 你爱爱她 其实她也一清二楚 如果她变了心 说明她已经被你伤透了 你把她当成了一棵草去对待 就不要失望她能够把你当成宝 第三 千万不要去碰触女人的底线 你伤害了她 她可以因为爱你而假装不知道 但如果你以为她好骗 那就太低估了她的智商和绝情的一面 当你答应的事没有做到 承诺从不对线 她讨厌你做什么 你偏偏要做什么 当她给你机会 你却无视 当她需要你的陪伴 而你却做她无理取闹 这些细节她表面云淡风轻 其实心里早就给你狠狠的计较了 但你每一次的伤害和欺骗 都增加了她离开你的动力 当这些失望积攒到一定程度 你看到的只有她的绝情和冷漠 你在感情里舒适的做自己 背后都是因为她爱你 才给了你肆无忌惮的伤害她的勇气 可如果她不爱你了 哪怕你痛哭流涕的挽留她 她的心也不会为你柔软一分一好了 你明白了吗